現在來教大家簡易操作一下這個生化教材 首先呢你會先拿到這個生化教材 然後呢輕輕的打開這個壓克力盒 好現在打開了 那我這個應該是它會黏在底部 但是因為教學方便所以我先沒有把它黏起來 然後大家會看到在這個電路板上面呢 會有紅色的頭跟黑色的頭 這邊紅色跟黑色 那白色的頭已經接好了它是喇叭 那我們現在呢先來接筆 筆它這邊是黑色對黑色 好那這樣子呢就接上去了 再來呢我們要接的是電源 也是一樣紅色對紅色這樣子輕輕的接上去 那這樣子呢就算是裝設好了 然後呢最後的一個步驟是我們要接上9V的電池 那注意一下電池也是有正負的方向 那我們會看到這個上面 小頭跟大頭 所以呢大頭對小頭 那這邊的小頭對大頭 那稍微輕輕碰的時候 就會聽到有一點聲音 那就代表它其實是接對了 好接上去之後呢整個就算是接完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效果 那這個線呢這個筆帶了兩條線 那請幫我一定要用指頭 壓在這一個上面 然後呢你就會聽到 這樣呢就是一個簡易的操作示範 這樣呢就是一個簡易的操作示範 還有一個很厲害的 這些操作選擇 我們會用來這邊的操作AndP 我們會弄下一個比較薄的 我覺得他們還有很難度